我好像沒打過排位 拋棄我 我的六個皮膚 終究還是錯伏了 這妹子是不是不知道 遊戲結束之後 不退出房間是有聲音的呀 你越過星海 卸著光而來 我心若深埃 不忍染裙白 愛別出心災 煙火被星辰 青睞 轉向才明白 星空樂愉快 思念一星河 翻湧深海 煙火也想要 給星辰未來 只要你在 煙火也怕盛開 看著你眼淚 光暗了下來 才想自己活該 才想自己活該 心動了 卻怕 給不上你想要 從未來 這未來 靈堂 靈芝 靈芝 靈卡 清爽不怕胖的元氣 三菱苔打氣泡水 邀您觀看 你是我的榮耀 榮耀五十系列Vlog視頻首機 邀您觀聚 你是我的榮耀 作词 作曲 作词 少年 二十年 鱼途 你这个人头狗 哥 鱼途 你这诸葛亮玩得不错呀 怎么没见你玩过呀 翟亮每次都 Etsy 轮不到他吧 成规 曹总 呸 你不装会死啊 我说 以后啊 这法师归于图了 翟亮你别抢了 别呀 翟亮射手不行 法师还好 我这还没发育呢 蔡文贴 待会儿在草丛里好好给我开视野啊 我好好发育一下 哪个草丛 妹子 女的 于图不会认出我的声音吧 小姐姐 对啊 这游戏百分之四十不都是女生在玩吗 我之前被 我之前看过资料 可是你是妹子绝缘体于图拉过来的呀 于图 你真不认识这妹子啊 你可千万别记得 我不是QQ上的吗 你还加陌生人呢 那个 你说的草丛是上面那个草丛吗 对 上面那个 我懂得理干嘛呀 你看对方有没有包过来 有的话你给个信号啊 好 果然没认出我的声音 你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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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话你还准备 很车的 准备 你还准备 这是法师吧 我单独发育一下 于途 谁拉来的 谁负责啊 可以 你这么招的射手 本来也不值得保护 无作没有绝对胜算 运筹为莫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 这就是新移 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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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有赢了 冰冰 是谁又给我递情书了 出个亮十八个人头 我也不赖嘛 你看我玩 蔡文基拿了两个人头哦 乔晶晶 这么晚还不睡觉 你还要不要脸啊 睡了睡了 我睡了 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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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买下所有的英雄还有皮肤 好 等一下 算了 准备好看 好 好漂亮 很棒啊 很棒 好 好的 晶晶 我们先休息一下 准备下一个床 好 好 买了吗 买好了 所有好看的皮肤都买了 保证从今年起 你就是峡谷最闪亮的仔 就算死在王者峡谷 也要穿着最漂亮的衣服 没错 哦 对了 晶晶 有三个人通过了你的好友 这才一晚上 就有这么多人家里的好友 一人剩两个皮肤 这样总不好意思不带我的吧 你就算了 你确定不用我多陪你会儿 不用 回去陪你妈妈吧 好吧 我走了 你早点休息啊 早点睡觉 皮肤攻略成功 妹子 你送我两个皮肤 不要激动吧 我也收到了 我也是 大神们 求带 必须的 这辈子还没人送过皮肤呢 而且还是个妹子 小姐姐放心 龙王哥哥带你飞 开开开开 语图 怎么不穿妹子送你皮肤呢 我没有 语图啊 你也有被妹子排到过最后的时候 语图 鱼图你卖我 闻里撤催 放心吧 拦我拿到了 这一锅 不亏 还和以前一样签走 语图 我约了个朋友 算上咱们四个 一起五排上分来不来 随便 妹子 打完这一局 我们要去打排位了 等明天再来陪你玩吧 不能带上我吗 你也排不了啊 你排位好像没开吧 对啊 我好像没打过排位 对 抛弃我 我的六个皮肤 终究还是挫缝了 这妹子是不是不知道游戏结束之后 不退出房间是有声音的呀 好 要不 你带的呢 我再拉个人舞排 反正你也不爱排位 拿皮肤的好像不是我吧 这样 要不 你赢一局 我就 不是 赢两局 我就做一天家务怎么样 好 鱼图居然单独带我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全面而外都能赢你 民权 更有也 越来越唯一 干陞 确定 结算一下 你这也太禽兽了吧 我才上了四颗星 你都赢了十几局了 宇宙的家务 漂亮 喂 乔晶晶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已经快三十了 还会因为看见 别人玩游戏厉害 就这么 这么欣赏 她说不定已经秃了 说不定已经碰得都没形了 你在这里激动个什么劲啊 不过她游戏玩得真帅啊 怎么样了 进步大吗这两天 大呀 真的啊 但说实话 晶晶这游戏天赋啊 一般 但她的意志力不一般啊 真的 不管她白天输成什么样 这晚上回去睡一觉 第二天绝对满血复活 真笔气 要不说啊 这明星真不是任人能当的 你得有那股 就任劲 行 问你 说重点 水平怎么样了 水平好多了 没事自己在家了 有有有有有 干吗呀 我回去了 这才几点呀 你怎么这几天越走越早啊 再练一会儿好不好 我回去练马甲先 静静 你是不是要回去和上次家的好友 一起打游戏 那为什么不告诉林姐他们呢 爵士高手当然要突然练成 才比较有趣啊 怎么一会儿就下线了 来 师弟 师弟 抱歉抱歉抱歉啊 那客户啊耽误了太长的时间 好不容易给我打发走了 不好意思啊 来 让师兄好好看看你啊 不错不错不错 还是那么帅 还没出呢啊 看来你们这些搞科研的 并不比我们搞金融的 更费心费神嘛 是不是 来 走走走 别站着别站着 怎么喝白水呢 师兄这里有好茶 给你泡茶喝啊 等着 你知道前两天在武汉 我遇见了谁 沙包那小子 他和我说啊 你准备从研究所里辞职了 真的假的 有这个打算 还没确定 我是挺诧异的 你嫌让你当年是一门心思地要进航天研究所 而且一带待了那么多年 现在为什么要辞职呢 各有原因 好吧 那我就不多问了 但很多事情啊 你要自己经历过之后 才知道合不合适 当你真正地深入了解 理解了之后 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和你当初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 我今天把你叫过来的目的 我想你也应该才到了 就是 就是要和你早上找我 如果你最终决定 要从研究所里辞职 欢迎来我这儿 喂 喂 喂 李叔 人师兄约你见面了 跟进吧 前天 人师兄到武汉来 我请他吃饭 我就说了一嘴 你不会觉得我多事吗 怎么会啊 我本来也在投简历 我还听翟亮说 你拿到了DF资本的偶尔了 对 不过他们希望我去北京中国 牛啊 我本来想说你大学毕业之后 没干过这行 想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还不太容易呢 没想到是我想看 我跟你说啊 投行跟风投基金各有利弊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放心吧 不用 行 那我下班了啊 晚上峡谷见了 你最近有点不入啊 嘿 怎么的 还不允许我这种 淳朴型的金融民工 有点爱好啊 你还别说 自从翟亮把你拉进来之后 会越来越来劲 兄弟我是真没想到 你玩游戏玩得这么溜 可算是有个靠谱的队友 我之前被这翟亮坑惨的 你和翟亮都挺有默契 对队友的看法很一致 呸 他就是个垃圾 行了 挂了啊 晚上见 玉途 你看高中班级群里 有人贴了你跟乔金金的帖子 还不在 还不在 来 佩佩 哎 我跟你说啊 我们高中班级群 开始发那个造谣的帖子了 大家现在都在骂那个造谣的混蛋呢 然后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余途出来说话了 你没想到吧 哎呀 我跟你说啊 就除了大家骂造的人以外 还有那么几个不上道的说算话呢 结果余途就出来说话了 说他没说过这些话 啪啦啪打他的脸 瞬间那些人就不说话了 厉害吧 余途 你有时间吗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啊 你说 你现在缺你朋友吗 如果缺的话 你觉得我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暂时不想找女朋友 为什么呀 你怕耽误学习 可是你每天打球 看课外书 也没影响你学习啊 不是因为这个 那为什么呀 我又没哪里不好 抱歉 等一下 你总要告诉我原因吧 对不起 我以后 想找一个能和我一起 努力的人 你把他说的话解脱发给我看看 好 我现在就给你解 你等着啊 我没有说过这种话 如果有谁和乔晶晶还有联系 但我说声抱歉 如果有需要解释的地方 我会配合 向我道歉 你要怎么向我道歉啊 还配合解释 怎么配合几时发微博啊 一点都不懂于乐趣 你这闲工夫不如陪我打游戏呢 去群里聊什么天啊 我看你 不愿意 我看你 我看你 在这边 也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好 剩下的东西我都搬过来了 租的房子我也给退了 我在你这儿先凑一段时间吧 你们家离市区内还真挺远的 之前来没赌不决然 这次来赌了一下 一个半小时 公渡进啊 这市区我一年也不去几趟 你去陆家嘴工作的话 这房子打算卖了吗 再说吧 你什么时候去深圳上班了 元旦之后正式入职 不回老家看看 晚点吧 现在你这儿自由一段时间 我要回去 他们肯定催婚 安排相亲人了 而且我还没跟他们说 我辞职这事 我要说了肯定诈 以前你带门回去了吗 你怎么跟你爸妈说的辞职事 我还没说 我说待两天就回来了吗 怎么着 犹豫什么呢 年薪百万 和四分之一还累死累活 不知道怎么选呢 难选吗 哪儿来的年薪百万呀 怎么就没有年薪百万呢 你耿科毕业那会儿 拿了那么多提供 随便做一个做到今天 你也年薪百万了呀 傻兮兮的 非得搞航天 就即便是博持毕业了 累死累活 你不还是赚那么点吗 你要是不做个课题 得点奖金 就这房子贷款 你受得了吗 这日子过得 你对得起你的智商吗 最起码 最起码不会跟夏星分手吧 多久的事了还说 你早晚得后悔 以后这么漂亮聪明的老婆 上哪儿找去 反正比你好找 呸 你就是靠脸 好 理想和情怀 不能当分支 我和你思想觉悟不一样 我心目读出来不容易 我现在就想赚最多的钱 过最好的日子 现在这社会 明星啊 带货的 分分钟 几百万上千万 你们呢 火箭卫星都送上天了 你去问问谁知道 你们叫什么 累死累活一年 还是赚得一点钱呢 这段时间 算不算人生最颓顿的人在 我在家里打游戏 要不这样 你去北京 散散心 见见老同学 我听说 夏晴现在还单着呢 你们俩说不定还能来一个 再去前缘什么的 你说你单着呢 是不是心里还 不是 搞不懂你 这两年 你一天假期都没消过 好 这次你把家都休了再说吧 如果那个时候 你考虑下来还是要走 我同意 你再来不见 你再来吧 你不见你 真的好 你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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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 我说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不拉我 难道我的巨额投资打水漂了 还是没看见我送你的皮肤啊 不用送我皮肤 喂 喂 金金啊 你今天走得太急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明天我们全家有亲子活动 所以你明天不用去工作室去练了 那好吧 那我自己练吧 你乖乖的啊 阿国说了你最近进步很大 就这样 嗯 嗯 你能不能当我的教练 鱼头打游戏这么厉害 如果能教我 我肯定能进步神速 他是怎么才能说服他 当我这个陌生人的教练呢 哇 别竟当年连我这么漂亮的妹子都拒绝我 哎 小猪 哎 你让单单给我做一个图 哎 嗯 我们单位要组织王者荣耀比赛 我想赢得好看一点 对我以后工作有帮助 难道你们单位不举办活动 朗读比赛算不算 他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啊 他大学不是读青龙的吗 难道那些投行什么的还搞朗读比赛 这么清新脱俗 我报了名了 但是其实我根本不会玩 又不能让单位同事发现我根本不会 我觉得你还是找别人更好 我随时都可能不玩这个游戏 为什么 最近的休假随时都可能结束假期 而且 其实我也才玩没多久 才玩没多久 就玩得这么好啊 那我不是也有指望 那我们平时打的时候 能多指点我一下吗 比如告诉我哪里不对啊 应该怎么做啊 这样可以吗 哪天你不打了 我再去找别人 女兔大神 拜托啊 我梦过 星光浅衣袖 白色衬衫 抚轻手牵头 我看过 流年与伤口 总会有人 奔赴着天长地久 繁华路口 阑珊灯过下 木染回首 爱过你 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 也爱过你 心中的宇宙 时间不停留 记着遗憾珍藏的夜宙 风经过高楼 已无人等候 Zither Harp 我也曾 憧憬有星球 穿过云层 看银河奔流 我也曾 愁怨往山丘 梦的出口 会不会痛向星空尽头 梦染回首 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 遥望着 那一刻心是你的眼眸 出口 触不可及 可有 初不可及 最惨的似游 光流不忘流 好像试过境迁的春秋 风轻松自由 我倾听岁月温柔